各位小朋友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诚语故事是 奉公守法 在战国时 赵国大将赵车足智多谋 英勇善战 也立下了显黑的公分 赵车原来只是一个普通收取填税的官吏 但他对赵王一片忠心 收税时大公无私一视同仁 有一次赵车去到赵为民王的弟弟 平原军赵胜的家去收填税 谁知道赵胜的管家横不讲理 就是不肯交填税 赵车根据当时的法律 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 杀了赵胜手下的九个有份参与搞事的人 赵胜知道之后大发脾气 扬言还说要杀赵车 赵车知道赵胜要杀自己 不单止没有逃避 还反而主动找到赵胜 对他说 你是赵国王族的贵公子 但是就放了管家违反法律 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法律 国家一定会衰弱 国家一旦衰弱 其他国家就会来侵犯我们 甚至会灭装我们 到那时候 你还能够保持现在这么富贵吗 如果你能够奉公守法 百姓也会以你为榜样 天下就会稳定 国家也会强盛起来 你身为王族公子 怎能够不重视国家的法令呢 赵胜听完这番话 认为赵胜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 于是就在赵魏民皇面前 建议提拔赵胜 赵魏民皇听了之后 也都听从赵胜的建议 任命赵胜为统管全国负税的官吏 之后赵国的负税公平合理 百姓负租 而国夫也都得到了充实 这个就是奉公守法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人要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 做事要非常规范 小朋友 我们也记得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孩子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